Hello 大家好,我是马神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世达传说《王国之旅》里面 黄金马的获取方法 在开始之前,就建议大家先在地图上开通几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白蝶布舍 第二个就是地图右上方的雪原翼站 第三个就是雪原上的了望台 第四可以在地图上这个位置打个地图钉 这个地方就是黄金马出现的地方 早晒这些事前功夫,我们就可以来到白蝶布舍 触发事前的任务 我们来到布舍门口就进入去找NPC进行对话 接着就会触发这个追求真相世达公主的传闻 然后我们再找门口的NPC进行对话 直到NPC在我们眼前飞走 接着我们可以很快在雪原翼站附近的神妙传送过来这边 然后我们再次和NPC的对话里面触发金色的马的任务 之后我们就可以透过雪原的了望台 直接飞向地图上的绿色地图钉的位置 我们会看到黄金马就在我们眼前 这里也建议大家可以直接使用冷气果的方式 把马冰冻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地走上去 等待它破冰的时候就可以很轻松地骑上去 这里也提醒大家在骑城的时候 准备多一些精力回复的食品 避免自己精力不足的情况下 被一只马踏到地上 顺服之后我们可以回到雪原翼站交任了 最后我们找回翼站的NPC进行马匹登记 就正式成功拥有这只黄金马 好了那今集就到这里为止 希望看到大家 我是马神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就这样 拜拜 拜拜